音樂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蜜 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遊戲呢 是一個很可愛的骰子遊戲 叫做聖家堂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封面就非常的繽紛 就是我們都是馬賽克的建築師 你知道就是古時候的教堂 他們的玻璃都非常的漂亮 都是用馬賽克拼接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是任務就是要重整這些聖家堂的教堂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馬賽克的建築師 每個人都會拿到一塊這個教堂的板塊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決定說 會抽這個卡片 然後你可以選就是正反兩面 然後再把它選你要的那一面把它插進去 就是你的設計圖 所以每個人都會有一張自己獨特的設計圖 跟自己的一棟教堂 那我們哪一個建築師的分數最高 你就會成為聖家堂的首席馬賽克設計師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介紹遊戲啦 不過在介紹遊戲之前 請大家務必去按訂閱 然後按讚 還有分享我們的這個頻道 還有影片出去 這樣我們之後呢 可能會有更多人看到我們的介紹影片啦 記得也要買我的新專輯淳蜜喔 謝謝 好的 那我們的遊戲規則是說 我們一開始會抽 每個人有一張就是個人的任務卡 所以我們每個人會要收集 某一個顏色的骰子 如果抽到這張我就是要收集紅色的骰子 所以我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我只要是紅色的骰子 在我的教堂裡面 我都會加那個骰面的分數 比如說加起來我紅色是 是21點那我就會加21分 那每個人的顏色都會不一樣 好的 這是我的秘密任務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開三張 就是我們遊戲這一場的任務是什麼 那我們就有三種加分的方式 例如說像這個就是5點跟6點的 它你只要有一組5加6 你就可以得到2分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3加4一組 你就會得到2分 然後像這個的話呢 就是說你有不同顏色的 紅黃綠藍紫五個顏色一組 你就可以加6分 所以它每一場遊戲要達成的那個分數都不太一樣 然後它是可以重複計算的 所以你可以如果說我有5組我就可以得30分這樣子之類的 你是可以累計的 然後這邊的話會開三個工具 就是幫我們重建教堂的小工具 像這個工具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移動最多兩顆 然後對應這個輪數板上面的顏色的骰子 那你其他規則都必須要遵守 可是你可以移動兩顆這個同顏色的骰子這樣子 然後它每個工具就是也是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 我們一開始會發你的設計圖下面會有它的難度 那如果設計圖越簡單的話呢 這個顆數會越少 所以像我這個比較簡單 我就會拿到三顆 這個神恩Token 它就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恩惠 就是我們可以去使用我們的工具 那每張工具卡呢 你只要放的是第一顆 就是整張卡片上面沒有東西的話呢 你就只要放一顆就好了 那如果已經有人放過的 你就必須要放兩顆 對 不管上面有幾顆 只要是有放過的 就是你要付兩顆神恩的Token 對 所以每次我們使用工具的話 只能三個選一個使用 就是在我的當回合裡面 我只能用一種工具 然後 如果你的這個神恩用完了 你就不能再使用任何的工具了 所以請大家就是省著點用 不要太浪費上帝的賞賜 好的 那我們每一個回合的話呢 一開始我們會有起始的玩家來抽這個骰子 那我們會用人數乘以2加1的骰子 來做該回合的使用 所以我們如果有五個人玩的話 就是5乘以2加1等於11 對 所以我們只要抽11顆骰子 那就是要數一下 對 好 我這就是非常賽的一個爛骰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超多黃色的 然後竟然沒有綠色的耶 就是太扯了 對 11顆還可以沒有綠色的 好 那我們抽出來以後 就是不會去跟改它上面的點數 然後由起始玩家開始 那我自己都是會用這一張就是 就是獲勝的卡片來當起始玩家的標記 然後從起始玩家開始 每個人選一顆 就是這樣輪過去 順時鐘大家一人選一顆走 那你選完以後呢 再從尾加開始就是輪回來 逆時鐘大家再選一顆 所以就是尾加會連續選兩顆的意思 然後大家選完以後會剩一顆 最後剩的那一顆 你就把它放在我們的輪數標記上面 就不要說我們的第一輪完成了 所以就是放完十顆 十輪結束以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計分 所以它總共上面會放十顆 就是我們不要的那顆拿來當做標記 那我們放骰子有一些規則 就是整個遊戲的第一顆 你必須要從角落 就是它的四周開始放 所以就是你可以放在任何一個角落的地方 好這是第一個規則 然後第二個規則就是說 你們之後的每一顆骰子 都要跟原本的骰子有碰到 所以就是說一定要跟有放骰子的地方要有相連 這樣你才可以放你的其他顆骰子 對 好然後第三個規則就是說 你們再放下去的時候 如果設計圖上面有畫顏色 例如說這邊是畫黃色 你就只能放黃色的骰子 如果它是畫紅色 你就只能放紅色的骰子 那有的設計圖是有寫點數的 例如說這邊是寫一個兩點 這樣你這邊就只能放兩點的骰子 就是要符合設計圖上面的設計 這是第三個規則 那第四個規則就是說 我們只要是同數字的不可以相連 例如說我這邊有放一顆五 那我就是旁邊就是不能放任何顏色的五都不行 像這樣就是錯誤的示範 就是放了兩顆五在相連的位置是不行的 任何數字都不可以相連 然後任何顏色也不可以相連 就是我這邊如果放黃色的 那它的上下左右就不可以是黃色的 可是斜的是可以的喔 所以你可以放一排斜的都是黃色 這樣子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以上四個規則 我們必須要遵守拿來放骰子的時候 除非你使用特殊的工具 就是有一些工具是可以不用照規則之類的 或是可以移動骰子 那它會跟你講說要不要照原本的規則來放 所以我們放骰子就是每一顆都要遵守以上的規則 好 那大家放完骰子以後呢 我們就是會來計分 就是當十輪我們大家都放完骰子以後呢 如果照理來說 你放的非常的OK 就是你設計得非常精美的話呢 你是會把整個 剩家堂就是全部都放滿的骰子 如果你最後沒有辦法放骰子的話呢 你就不能拿任何的骰子 所以你就要放棄你自己的機會 然後把骰子留給後面的玩家 對,所以如果你設計得好的話 其實是可以放完的 就是你每一手都可以放下去的話 好,那我們遊戲結束的話就會來計分 計分的話就是把你手上的這個個人任務卡呢 分數加起來 然後把我們這個輪數表翻到背面 它就變成一個計分表了 然後我們就會把個人的這個教堂的顏色就是開始計分 然後例如說我紅色假設有18分好了就加上去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這個公用目標 就是大家一起可以完成的目標 我們就一個一個算分 像這個3跟4一組2分嘛 那假設我有10分 我在這邊加10分 然後就是每一張都算 然後每一張算完以後呢 就是你的總分 總分它有可能就是超過50分的話 你就是可以把這個計分片片翻面 它就有一個50的標記 你就可以跑第二圈 那再跑第三圈的話呢 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你要自己算 可是通常我們最多是會跑兩圈而已啦 就是要破百的話 其實是還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這個遊戲好玩就是 它也可以Solo 它也可以一個人玩喔 像我還蠻常一個人玩的 對啦 那我們就是遊戲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那大家有玩過卡卡送或是特魯伊城嗎 這兩個遊戲我覺得都跟這個遊戲 有一點點的類似之處 像卡卡送它就是你要把 拿到的板塊把它拼接上去 會得到分數嘛 就有點像這個就是把它拿骰子 然後把它拼到你自己的板塊上面 你就會得到分數 所以這個拼圖的地方 有一點像卡卡送 然後特魯伊城的話是說 我們大家就是會骰骰子 然後拿骰子的時候可以做事情 所以有點像這個就是 你要拿骰子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把它放上去做 做你要做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遊戲有一點點 跟這個聖家堂有一點像 所以你如果喜歡這兩個遊戲的話呢 可以玩玩看我們的聖家堂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點共鳴喔 好 那這個遊戲呢 其實我玩過很多很多次 因為它其實還蠻 算蠻流行的一個遊戲 而且它規則很簡單 然後大家很好容易上手 可是其實你要策略得很好的話呢 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它其實每個格子 你要把它擺完 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你把它全部排滿的話 我只能說你好棒棒 超級讚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玩了很多次 也幾乎大概不到十分之一的機率 可以把它全部排滿吧 所以就是你必須要事先做很整密的規劃 你放每一顆骰子的時候 你都要想說它的四周是不是還有地方可以放其他的骰子 不然就是像如果是比較初心的人 可能就會放了 欸 不小心放錯了怎麼辦 然後就動不了了 所以你必須每一個都要想很久說 你是不是其他地方還有辦法放骰子 你才能把這一顆給它放下去 所以就是這個遊戲困難的地方在於放骰子的瞬間 而不是就是這個遊戲其實它規則很簡單 所以我還蠻推薦聖家棠這個遊戲的 加上它有KS的擴充以後可以五個人玩 對 因為它原本只能四個人玩 可是我們有加第五片的擴充 它就變成可以五個人玩 所以其實比較建議少人一點玩啦 因為大家會想很久 就是每次你要拿起來的時候 都是每一顆都要考慮清楚 而且常常會就是有隊友 就是敵人也變成你的隊友幫你拼的狀況 因為當你想不出來的時候 別人就一直看你在幹嘛這樣子 然後就忍不住想要幫你拼 對 所以它其實也可以變成一個合作遊戲 就是大家要拼同一塊也是OK的 如果你覺得一個人拼很困難的話 你也可以找隊友一起來幫你的忙 就是大家可以拼同一塊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遊戲要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然後喜歡的話麻煩幫我按一下訂閱 還有按讚跟分享 讓我們的遊戲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 那如果你有什麼喜歡的遊戲呢 你也可以寫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如果我看到的話也許就會幫你介紹喔 那也請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我的最新創作寫真專輯純蜜 裡面有160頁的寫真喔 非常的厚非常的扎實 而且裡面的造型非常的多 然後還有送這個卡片 然後裡面還有十首歌的CD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我的最新專輯成名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還有過多久 Oh my 一隻拳的手 我的口袋 像你像我走 Oh my 我的感覺無法充當 Baby Yeah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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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我的把戲 Yeah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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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见面那天知情也却不断 不顾是星期一到二的距离 三分钟见我没有偷来 不要紧紧到我想成为 我不明白 你也觉得该有心境正在经营 就怕有人不敢 哪个人都在等待 提三尖手掌心再多听 我不想太内心很多下意 还要过多久 Oh my 那音隙真的收到我的口袋 想你想我走 Oh my 你的感觉无法冲淡 Baby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Wu Wu 看穿我的把戏 Yeah That's right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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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来讲评 最后才才能地 那音隙真的首跟全天 威卉 Mu DA FI Oh my 我的感覺無法充當 baby Yeah Yeah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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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我的把戲 Yeah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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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的腳頂 Yeah Go Yo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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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